-我是白龍,我是曼曼,我是艾仁 -歡迎來到各位跟著蔬食宝報 本系列會整理每個月發生的蔬食大小 -是一個月推出一席 近幾年Vegan風潮越來越流行 出現了各種不同風格的蔬食餐廳 連飲料店、小試店、便利商店 也相繼推出了無奶蛋的純素產品 讓我們看看這個月發生了什麼事吧 蔬食新品開箱 第一個是全家出了兩款植物奶拿鐵 有燕麥跟野奶 因為燕麥奶滿常見的 所以我們這次去適合是野奶的拿鐵 我原本預期會覺得怪怪的 但喝起來比我想像中好喝非常多耶 它喝起來口味偏甜 然後那個椰子的香味超重 它比較偏椰汁的感覺 有甜味的椰汁 -所以它沒有很濃的奶味 -比較少 -所以有推 我覺得有推 而且如果我經過全家的話 我會選它 我常常不會選天賣奶 VM的奶喝太多了 -就平常都在喝在家裡自己偷 所以我會覺得它很特別 下一款呢是西瓜甘露跟羊汁甘露 然後西瓜甘露是新品 對 -好違和哦 -所以沒有野果耶 我沒有喝過這種飲料 完全沒喝過 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還滿夏天的感覺 會有一點像軟糖感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覺得喝起來很清甜 -西瓜很新鮮 -但它的液態是滿醜的 因為它有加椰奶 我還滿喜歡 可是還是會比較喜歡養殖甘露 -就那種經典的味道 -這好台灣的感覺 -夏天都會喝西瓜吃 結束 然後全家他們也有三家新的燕麥 一款是這個 之前其實已經有原味的 Oat Milk 燕麥奶 然後現在有出可可蒸果口味 -另外一款是這個 Oh Yeah 味格的 紫人燕麥奶 -這裡包裝顏色超鮮目的 一看就會注意到 -來 喝喝看 -巧克力味很濃耶 -好像比之前愛最濃耶 -這很像濃縮巧克力的感覺 -而且它濃縮到有點偏苦 -我覺得它比黑條燕麥多一個酸味 -因為有的巧克力有酸味 偏苦 -嗯 如果你是平常 -每次就喜歡喝一杯熱可可啊 冰可可的人 -有可能會喜歡 -它用比利時的可可膏 -可是我沒有喝到蒸果味 -我覺得這滿提神的 -可能放在辦公室慢慢喝 慢慢喝這樣 -對 因為它感覺是有濃縮的巧克力 -所以你喝一口就可以精神很好 -CP值很高 慢慢喝 -我想要泡子喝 -那你先喝原味 -有人說這個 媲美奧特利哦 -有嗎? -我覺得有像耶 真的有像耶 它的口感沒有奧特利那麼濃 但它的香味 它的味覺 是有到奧特利的程度的 -原價38 -我覺得CP值很高耶 -它的口味的濃度 我覺得是可以拿來套起來的東西的 -它一直有加芥花油 所以其實就會很像 -那個濃稠的感覺 -這樣套喝起來 其實沒有太感受到它的存在 -就是不會說燕麥味很重之類的 -可以哦 -再來就是Saison -有一款米漢堡 跟一款豬肉水餃 -紅羊豬的 -我們大家都買不到 -到底是豬到哪個門市啊 -跑超多間的耶 我還去旗艦店看 這真的真的沒賣耶 麻油杏鮑菇米漢堡 -這個在冷凍櫃裡面 倒倒的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沒有發現它是素的耶 -它聞起來有一個摩斯感 -就是摩斯的那個 包菇米漢堡 -它成分很單純耶 它沒有添加物耶 -它全部都是食材 -而且它吃起來有三卑味 好吃 -59塊 -我覺得好像很算可以接受的價錢 -之前其實米漢堡 在便利商店有買過幾次 -但都還滿讓我失望的 因為都還滿小的 -這個我覺得還算是中大型的 -而且它杏鮑菇是這樣 一小片一小片 -然後其實還滿多片 加上黑木耳 -然後那個醬汁很好吃 甜甜的 -米怎麼樣 米會有冷凍感嗎 -不會 我覺得跟摩斯吃起來超多 -欸 很成功耶 可以哦 -但它是生產限速啦 -就看自己在不在意 但它成分是純素的 -好 再來一款 -這一個在佳樂福超市買到的 -哦 卡迪娜新出頭耶 -我在佳樂福的線上購物也有看到 -它其實原本就有出一款 -這個口味的一般洋芋片 -我一開始買錯 長超像 -都有加芥末 -對 它口味應該很類似 -可是它的那個本體形狀完全不一樣 -對對對 本體不一樣 -我在外面很常看到類似那種烏龜雀餅 -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 就是這種形狀 -但是它OS是奶素 -我一直找都找不到全素 -然後這個是全素的 -它包裝上面有寫全素哦 -試試看 -好好吃哦 -很好吃耶 -我剛以為它會是硬的 結果它超軟耶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喜歡吃這種 -這種餅乾真的很好吃 -好誇張哦 會出乎你意料 -好聰明哦 這到底怎麼做什麼 -它這個薄到不可思議耶 -放到嘴巴 一放到口袋就整化掉了 -我已經被它口感給嚇到 -現在分析它芋芋沒有到很嗆 -對 -你不適合出來吃芋芋口味 -因為有些吃下去之後 -你會有沖到筆尖開 可是這還好 -它很夠味 可是又不會太嗆 -它鹹度我覺得就適中 -這蠻推薦的 剛明明就吃不下東西 -就兩個人開始在大吃零食 -那芋芋就很解謎啊 -它芋芋會蓋掉那個鹹味 -所以會覺得沒有鹹 -可是它其實還是有鹹 -然後有一點海苔香 -多層次的味道 把它吃完 -可以這樣嗎 吃那麼罪惡的東西 -你不是要去比那個... -沒有沒有 我現在不想要想這件事 -先肥 明天再說 -再來是我們的好朋友全聯 -台灣老字號的素食品牌 隨遠 他們跟青豬肉聯名出了這款調理包 -欸 很少看到素食有料的這種調理包耶 -我覺得有出這個之後 我就很期待之後 -然後會出有調理包的泡麵 -你的是麻婆豆腐 我的是香菇肉燥 -我們由買白飯來配 -欸 它的醬汁超級多耶 好誇張 這可以拿來爆炒空心菜 就很適合下飯 然後我們是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好 來吃唄 肉燥飯裡面很多杏薄菇耶 我的麻婆豆腐 豆腐量中等 但它素肉燥還滿多的 -哇塞 好鹹哦 我這個是鹹辣 沒有嘛 所以它不太像麻婆豆腐 它是台式的麻婆豆腐 我這個薑味非常重 喜歡薑的人可以吃吃看 然後也是很鹹 我覺得它可能可以到兩人份 一碗飯 然後加一半的量 配著吃 我覺得水煮我菜配這個醬 也都可以一起吃這樣 然後我覺得它的醬好豆瓣哦 紅豆醬辣椒醬 19塊 價錢還滿可以接受的 它的調味就是口味偏重 鹹 可是新豬肉的口感就無庸置疑 很像豬肉 它的豆腐口感是綿綿的那種 我覺得那個鹹度調低一點比較好 欸 這個好像可以加湯耶 我覺得這個鹹度泡水應該是可以 煮成麵的 因為它真的滿鹹的 我也覺得變成泡麵應該非常的滿足 指定了1000家門市場有進貨 pdf 當然因為我有附那個圖表 再來是有一家滿有名的麵包店 Milbanae 它是以貝果作名的 它其實有推出還滿多款Vegan的哦 有綜合地瓜吐司 核桃黑芝麻吐司 抹茶芋頭可頌捲 還有各種Vegas 他們的官網還有賣Vegan的肉桂捲 哦哦哦 肉桂捲 但是發現他們其實現場的Vegan選項偏少 所以如果你們有想要到現場去買Vegan的品項 記得提早預訂應該就有了 他們門市會在哪裡啊 各大百貨 像我這個是在收購買 新旺三越也有 然後北車板橋也有 天母內湖都有 他們家的貝果有被俗稱為貝果界的LV 真的假的 你這樣期待很高耶 貝果裡面是有料的 很多耶 它的麵糰有微微的甜 很好吃耶 很柔軟 你慢慢咬 你會吃出麵包的香味 跟它的口感彈性是很讚的 我覺得這會吃上癮 軟硬適中 因為有些貝果會做太硬 太韌的 對 可是這不會 這其實還滿好咬的 很軟 我覺得它貝果嫩到很像在吃吐司耶 包料的吐司這樣 真的好吃 然後買到另外一款 吃可頌捲 嗯 抹茶的香味是還滿有的 它這個好Q 我覺得很不可頌耶 它就是羊角麵包的感覺 因為我印象中的可頌應該是 很脆 然後多層次這樣 希望他們其他品項也做了Vegan 如果大家有吃到肉桂捲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架上會貼Vegan的貼紙 標示很清楚 -貼紙什麼 上第一次 你也知道抹茶嗎 雙淇淋 之前他們就有推出 植物性的冰淇淋 -草莓 對 而且價錢很便宜 然後這次也是一推出 我就馬上到IKEA去買來吃了 我覺得他們的雙淇淋吃起來都很綿密 只是沒有牛奶的味道 它就真的是植物奶的味道 這是抹茶 我覺得吃起來是比較天清爽型的 沒有那麼重的抹茶的苦味 可是也是好吃的 然後它的餅乾杯 我們有問客服 客服回應 說是全素的 幫我們查到的資金就這樣 如果也不確定 你可以現場再問一下店員 或是你是IKEA員工 可以留言跟大家說到底是怎樣 我那天去問他也跟我講奶蛋素 所以我就點杯子 可能講奶蛋素最保險 好 希望IKEA的心情繼續維持 我們都還是會去買 -對 家具財務的 財務的冰淇淋 那我們進入議題討論 我們這次要討論的東西是 最近愛吐鞋會有發起一個連署 希望國家可以禁止活體動物 作為遊戲的贈品 動物保法其實有規定不能虐待動物 但是像我們小時候逛夜市啊 可能會看到 -然後鯨魚 老鼠 打個彈珠就被帶回家 -當作獎品 其實這樣子很明顯的就是 把那些動物當成物品 牠們安放的地方 常常環境非常的不好 很多像是倉鼠 牠們其實是獨居的動物 然後牠們就把很多隻倉鼠關在同一個籠子裡 造成牠們可能打鬥啊 -互相攻擊之類的 就像鯨魚 你放在那麼小的塑膠袋裡面 空間又小 也沒有空氣 其實是非常不人道的 但是現行的動保法沒有辦法保護到這一塊 原因是因為在檢舉的時候 會需要有明確的虐待動物的情勢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得到 現場牠們有什麼虐待動物的證據 所以就一直沒有辦法去管制 把活體動物當成遊戲贈品的這個事情 就比較灰色地帶 因為沒有證據的話 很難去舉發牠們 讓牠們不要做這樣的行為 所以說現在愛兔學會 牠就直接連署 就禁止 -把活體動物當作贈品 -對對對 希望修法修正為 凡遊戲 娛樂 營業 宣傳 或其他不當目的 進行動物交換或鎮餘的行為 就應該要被禁止 不得有任何附帶條件 這個連署其實 不到10天就有破5000人覆益 主管機關勢必要在7月19號以前做出回憶 大家其實很關心這件事情 普遍有意識是想要保護動物的 我覺得從很多事件頭可以看得出來 社會有一點一點的在改變 因為像最近也有網紅徒手抓驚蠻 被超多人踏法 還滿感動的就是大家會願意為小動物發生 因為其實人體的體溫對金魚來說是超燙的 而且撈起來它真的缺氧 大家能夠做一個感同身受 你剛剛講到我其實覺得滿神奇的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去夜市玩撈金魚 我真的就不覺得怎麼樣欸 會覺得說這不就是大家在玩的東西嗎 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就已經被定型了 你知道嗎 就覺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可能在成長過程中 我們慢慢受到很多教育 知道動物在這種情形會是受... 會不舒服的 透過去理解這件事情 然後更感同身受 夜市人潮擁擠的地方 其實它都是很多噪音的 為了要讓客人可以看到那些小動物 基本上它可能會有什麼遮蔽 就是直接一個一個透明的展示 像這樣堆疊起來 很多動物可能是被同時關在一個空間裡 然後甚至有一些比較惡劣一點的 可能還會暫時不給牠們吃的 對那些動物來說都會造成滿大的壓力 像阿倫剛剛強調的流動式殘胃 其實有擺過夜市的人應該都知道 擺夜市還滿辛苦的 就是要帶一堆東西 帶了大區 然後馬上就收起來 -不可能再會顧到動物的感受 對 不可能給牠們太多的照顧 要把牠們當作是東西 牠們是物品的感覺 所以那種環境下 你要照顧到動物是真的是不太可能 很難去奢望 尤其像你捞精 你都是要直接用漁網去驅趕人家去追捕 對於動物造成的驚嚇跟騷擾 都是滿不人道的事情 尤其這種遊戲都喜歡針對小朋友 可是一般要養貓養狗 都會先要求你要有四足的意識跟責任 牠生病的你要負責 你要陪牠 可是像這種你可能花個十十塊 你就換到了 如果牠今天突然生病了 你會想要花上千 是三萬人醫療費去照顧牠 就是覺得我拿來是免錢的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去 對 有些人可能是 牠原本只是想要打個彈珠 可是彈珠的獎品 就送一隻小鳥 送一隻小老鼠 牠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想把牠帶回家 到時候可能要嘛氣養 要嘛給牠應該有的照顧 其實對小朋友跟對動物來說 我覺得都是很不好的影響 沒有好好教育就做這件事 這讓我想到很多男朋友會送女朋友同物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行為也是蠻怪的 因為也沒有經過牠同意 對啊 就很像你給我一個生命 可是你卻沒有問我要不要接受這個責任的感覺 因為這是其實很大的責任 對 之前就也有記者去拍到在夜市的撈魚的談判 朋友就這樣隨手就直接去捏牠撈到的 他們就不知道 蠻希望這個連署順利通過的話 也可以促使這個法律成功的去修改 至少針對動物作正品這一塊 把它管制好的話 也算是蠻大的一個禁止 有點像是去修訂動保法 因為其實動保法它是保護有脊椎的動物 所以理論上不應該是貓勾的專法 這條法律本來在將近20年前 就也有立委提出說 想要全面禁止攤商把動物當作贈品 可是當時為什麼後來這個法沒有修成功 就是因為有立委講說 蛤 可是繞金魚是童年 有時候就是文化跟進步都有點矛盾 我們是這樣長大的 但我們下一代也應該要這樣子長大嗎 蠻值得思考的 小時候真的有夜市的印象就是繞金魚 我都忘記牠們去哪裡了 對啊 所以這就是不重視生命的小朋友 誰記得 你們有繞過金魚的 應該都忘記牠們去哪裡 就忘記牠們下場 根本就沒有癢了 我覺得大家對於海鮮的動物比較沒有感知能力 但其實牠們也是很聰明的 我常常看到很多影片是魚都會跟人互動 有一個影片是有一個漁夫摸那隻魚 然後他就把牠放回水裡面 那隻魚又湧回在牠手上 牠們其實是有想法跟有感覺 只是因為牠們不會說話 所以我們要理解不是只有人類有感覺 另外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欸 可是你這樣子去禁止這個行為 會不會影響人家生計 可是可以換個角度想 這個法律牠其實是想要針對娛樂 來換動物這個行為 牠不是完全禁止買賣 牠已經是在要求一個最低限度的妥協了 能不能至少不要把牠們當成贈品 不要有獎勵的性質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話 你真的做主功課再去購買 雖然我們還是不鼓勵啦 但希望可以從最基本的層面 去改進動物福利了 再換個角度想 商人或是這些店家 應該也要想辦法去改善他們的內容 因為人民的思想是會進步的 如果你不改變的話 你就要等著被淘汰 所以你可以轉個形式 像豬豬天堂 牠原本是養豬賣豬的 然後他後來就把牠的園區 變成一個生命教育 也許商人也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做類似這種的轉變 當然是很難 可是時代在進步 思想要跟著進步 我還是覺得很多人可能也感受不到動物的痛苦欸 覺得什麼 老鯨魚還好吧 那不就是這樣嗎 就是從小到大的行為啊 有些人就說 牛不是鯨魚 你憑什麼這樣講 牠真的很痛苦嗎 可是有些痛苦 我覺得就是很明顯的啊 你把它放到桌上 牠一定跳給你看 牠就是在掙扎 牠就是沒氣 就跟把你的頭壓到水裡一樣 壓到水裡 你怎麼掙扎都沒用 到最後就死掉了 很明顯會痛 真的覺得很可怕欸 小時候都在女人痛苦 我的理解是 小時候在看電視 你會覺得是 大人弄給我玩的東西啊 所以我可以玩 就不會去思考合理性 如果它不合理的話 大人會阻止我 可是如果說小朋友說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魚 可能不想要這樣被追 或許這小朋友反而就想要同理那隻魚 教育很重要 所以如果理解這個想法或這個觀念的人 也要多跟身邊的朋友 或是跟小朋友討論這個問題 這件事可以慢慢被改變或影響 我們都陳述講動物虐待 但我們現在出來發生 所以這次的連鎖我覺得就很棒 那我們就期待接下來 七月十九 追這件事的後續吧 那如果家長或是小朋友 想要真的接觸動物 真的了解動物的話 應該還有更好的方式 例如可能去看紀錄片 去國大公園 或是去大自然接觸這個動物 可是現在有很多所有啊 繪本是這個主題的 這些方法都是 真的是教育 前面講的那些是娛樂 就是不同的目的 -本集提問 關於這次的頭文 你有什麼想法呢? A. 贊成修法 動物不該淪為獎品 B. 有點捨不得童年回憶就這樣消失 C. 應該全面禁止特重買賣 杜絕後患 D. 其他想法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好 那我們這集的蔬食包包就拍到這邊 -我是曼曼 -我是戴友 -我是阿圓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你把它倒回去啦 用那個喝啦 那個很難倒 不然你要挑戰不倒出來嗎? 你要用這個寬口倒進去 我跟你說我預測那個 -你剛剛說什麼? -我沒有啊 只是被打臉 -我們耳邊說這唔 -UNT - syst